秋風週報 我是舞秋風 又來到一個禮拜一次 秋風週報的時間 今天呢 是聖誕夜 明天就是聖誕節了 所以祝大家 沒放假的聖誕節快樂 然後呢 今天 這一次的秋風週報 雖然是秋風第52次 就是今年 2017年第52次的秋風週報 但 還不是最後一次 今年 有53個星期日 所以下一次 秋風還會繼續報秋風週報 是2017年53週喔 有沒有覺得很 就 就剛好嘛 對不對 我們下禮拜還是會繼續報秋風週報的好不好 就跟 明年 一樣會玩 UHC 一樣的道理 UHC也辦了24屆了 秋風也很久沒拿冠軍了 不過 嗯 就這樣嘛 我享受過程 每一次玩我都蠻開心的 講了 講了那麼多廢話 來講一下本週大事好了 雖然剛剛講的那些也不算是什麼廢話 都蠻重要的 本週大事就是 秋風把90萬明信片已經抽完了 如果你有去報名參加抽獎的話 那 可以到我的網站去看一下 你有沒有中獎 你有看到你的名字 你的暱稱 後面的數字是你的郵D區號 如果都沒有錯的話 應該就是你中獎了 不過不要太高興 等拿到明信片 再高興也來不 不急 好不好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 寄出去之後 郵差送一送就消失了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 拿到明信片的時候 呃 不妨留言跟我講 或是私訊 或是寄信 都可以 跟我說一聲說 秋風 我拿到你的明信片囉 我會很感謝你的 感謝你們的支持 這一週是52週齁 所以 雖然還有一週 不過我這個禮拜 我就會推出一些 新的連載 對 要參加明年度的 遊戲生死鬥 三選一嘛 三個投票一個 那目前秋風 除了麥塊之類的 麥塊就不要講了 什麼新戲啊 什麼中介龍之後 那些就不談了 那 除了麥塊之外 目前還有兩個連載是 幻想三國之四 和邊緣世界 幻想三國之四 應該會在 今年有機會嗎 好像沒有什麼機會耶 那要參加 大亂鬥嗎 不過他快要完結了耶 我覺得快要完結了 應該再玩個 四五集 欸 再玩個四五集 那有機會出完耶 沒關係 我盡量好不好 所以幻想三國之四 應該不會參加這一次的 遊戲生死鬥 那 邊緣世界 應該有機會 好不好 應該有機會 恩 我們再看一下 本中大事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來感慨一下今年好了 今年我到底幹了些什麼 我等下一個禮拜再感慨好了 我目前還沒想到 我在那邊 恩恩恩 結果什麼都沒想到 這樣好白癡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禮拜再見 掰掰